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布兰泽维持 拉斯洛表示 卡尔巴仙的学亚利人民几乎不能与祖国保持联系 学亚利的求职者数量连续两个星期稳定下降 负责经济战略与法规的国务秘书在回答最近的就业数据时曾提到这一点 九二级拉斯洛强调 尽管五月份失业人数增加了两万八千人 但数据复杂 因为许多不活跃的工人已重返劳动力市场 而且在疫情消退后 许多人将被转移到新的地区 瑞士传感器制造商圣斯瑞在德布勒森建立了工厂 国秘书马扎尔·莱文特表示 由于这一投资将会有尖端的技术抵达匈牙利 就此他补充到 政府的目标不仅是减轻疫情对经济的影响 也鼓励继续在匈牙利进行投资 欧盟法院已开始审理 匈牙利于一年半之前提起的针对萨根蒂尼报告的诉讼 根据匈牙利的立场 该报告被非法通过 也未没有考虑弃权的选票 如果考虑到这一点 谴责匈牙利的报告将不会获得多数 司法部长尤迪特·瓦尔高表示 萨根蒂尼的虚假报告是由欧洲议会的新移民多数强迫产生 目的是向匈牙利的移民政策施加压力 负责协助被迫害基督徒的国务秘书在M1电台表示 隶属于索罗斯·乔治的名为人权观察的非政府组织 并未解决基督教目前是世界上受迫害最严重的宗教这一事实 阿兹别特·特里斯坦回应说 该组织的常务董事在一封信中指责匈牙利 例如非政府组织无法捍卫移民权利 国秘书还表示政府支持非政府组织的合法运作 但是其滥用庇护权违反了基本法 利比亚的稳定符合欧洲利益 因此可以遏制非法移民 外交部长夏尔多比德谈到了这一点 并与意大利外长路易吉·迪·马约进行了讨论 部长表示尽可能的限制非法移民抵达欧盟领土 符合我们所有人的利益 今天的新闻节目到此结束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